疫情紧绷之际 餐饮业都在苦撑 民众就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泰式餐饮龙头瓦城 日前也开始减薪 砍加班费相当于砍薪水 若是资深训练员 换算收入将减少14.7% 主管还转达 不配合就离职 没有资遣费 瓦城则回应 只是因为疫情因素 近期内加班需求少 绝非减薪或是扣加班费 每个关卡设计得非常棒 而且非常有挑战 但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过程 发挥的最大的谈论精神 非常棒 遇到史上最惨的疫情 只能三声无奈 读者售出公司通知 说瓦城要取消加班费 然而劳动契约上 已经表明 请员工同意加班31小时 因此他们认为 砍掉加班费 等于是变相减薪 尤其是储物部受伤最重 4月8日开始减薪 删除原本签约的 31小时加班费 厨房内原本月薪 3万元的菊牌 将扣除4410元 扣完劳健保 剩下24000元 而月薪38000元的 升绿牌资深训练员 将扣除5590元 扣完劳健保 剩下3万元左右 换算收入减少约14.7% 对于瓦城的劳资争议 劳动部说话了 工资不是任何一方 可以片面变动的 若这些状况属实 雇主可能受罚2万至100万元 瓦城也强调 造成员工误解 会由人资单位继续沟通 取得员工的理解 而新的劳动增补协议 是为了保障权益 并非威胁员工 也盼望员工能够共体时间 远柴区 不开药 我们下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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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